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主要脉络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法国的承担主义文学系统 像加密尔和萨特 以及卡夫卡 奥地利的卡夫卡 还有一个就是智性的文学系统 就是博尔和斯这种 智性文学传统就是博尔和斯 还有一个就是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 像加西亚马尔克斯 像卡彭提尔 像这一系列的 就是这个系统比较明显 就这两块比较明显 我是这样的 我写作的时候 吸收了很多电影的营养 就像很多导演 像库布里克 像马丁西克赛斯的他的电影 对我的帮助很大 包括现在的昆廷塔兰蒂诺 就是美国那个导演 我都蛮喜欢他们的作品 我通过他们的电影作品 我在写小说的时候 对我的帮助很大 但是我写小说的目的 有一个目的就是像让我的作品变得难以改编 就是很难改编成电影 我认为有一个人跟我说 创作就应该有本体论 就是说你的东西很难改编成别的艺术形式 那么你的作品可能就是成功的 所以这个对我的影响 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 所以我的小说虽然有很多通俗易懂 但是我尽力追求的一种 我认为是最高的小说 就是它没有办法改编成电影 但是同样又吸引读者 像我们知道就是二流作家的 就是二流的 二流作家的作品很容易被改编成电影 像《教父》 像一流作家的作品 往往会被改编成二流的电影 而超一流的作家 像马赛尔·普鲁斯特 像詹姆斯·乔伊斯 像布拉尼奥 他们的小说根本就改编不了电影 我已经有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了 但是还没有上映 我的作品卖出了三篇小说 卖出了电影版全改编 有一部已经拍摄完成 但是还没有供应 然后我看到他们把我的作品买出 改了以后 他们有的人把剧本给我看了一下 我就发现电影创作和我的小说 完全是两码四星了 然后我都不认识 是我作品改编的一个作品 然后我就觉得 改编以后对我没有什么荣誉 也不是什么损失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因为我是警察出身 所以我写这个就是得天独厚 我刚才提到一位是须衣瓜 实际上他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 还非常卖座又叫好 叫好又卖座 就虚衣瓜 但是在中国 他的名声不是最大 但是他的改编成电影以后影响很大 这是一个我注意到的 一个写犯罪的影响比较大的 其实中国在纯文学一块 写犯罪这个类型的不是很多 我关注到有一个青年作家叫郑鹏 他最近写的一个也是犯罪小说 是牵涉到感情方面的 有一个男的和一个青年男的和一个精神病女友 他之间的一个故事 一个犯罪故事 郑鹏就是他的 他广为熟知的一个笔名叫郑小驴 如果这个问题可以宽泛一点的话 就是问如果是坚持在道德方面的话 有两个女作家的 应该叫青年女作家 她的作品应该受到国际关注 其中甚可以的已经受到国际关注 她的很多被翻译成国外作品 还有一个叫鲁敏 他们的作品都是 其实是关乎到女性道德 道德女性这一块 所以他这个比犯罪的那个主题 还要更宽泛一点 但是他们写得非常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